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2月21号线中午11点半 那新闻说呢,现在油价是每家人3块2毛5 根据全美不同的地区 这样子呢,去年平均水平以下 所以今天呢,就来到纽约花人社区法拉盛一些加油站 实地来拍一下 好,眼前这里一家加油站,过去扫一圈 那这家看一下 普通汽油价格是3块3毛7一家轮 那比新闻说的3块2毛5要贵一点点啊 好,又来到华盛社区法拉盛这家美孚加油站 看一下汽油的价格 美孚加油站是我拍这个汽油价格 纽约每次都是最贵的一家 你看,他们家普通的汽油价格 给现金是每家人3块7毛9 远远高于其他 那新闻说呀,现在这个目前 汽油价格是每家人平均 已跌至3块2毛5 是这个俄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 听说呢,美国的加州 是跌幅最大的州之一 这里是给轮胎加气的啊 这个我都不会用 大家看左侧这个绿色打围的里面 是准备在这里修建游民所 大家看正前方那些高档的公寓楼啊 法拉盛最近几年修建了很多 价格都不便宜啊 前方这个亚洲广场 东阳食品都关门了啊 眼前这栋建筑破败不堪 还在出租啊 大家看一下 街边一辆送外卖的电动自行车 很特别是 它这个龙头这里啊 拿口袋 做了两个防风的这个手套 你看街边这个木头电线装 就有根电线 一直下来到地下 也不知道它是带电的不带电的哈 每次看到这种我都要走远一点 哇 这样好危险啊 这里停了一台小电动自行车哈 你看前后都上了锁 这里还有一个防风的手套 前面挡风的一个板 哇 教堂这里好多摆地摊卖鞋的 那新闻说呢 经过俄乌战争以后呢 这个油价呢 有所回落啊 那油价呢 也趋于回稳了 目前 所以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哈 全美国现在加油站的 五千汽油平均价格已从 每家人五元以上 跌至三块两毛五 之前五块以上的时候 我视频也拍过啊 那新闻说呢 目前每家人三块两毛五呢 比去年的平均价格啊 还要低 这油价的跌落呢 在圣诞节之前到了哈 为很多受这个通货膨胀 所苦恼的朋友们呢 是带来了好的消息哈 这里有一家华人厨具的批发公司 那希望呢 展望明年哈 这个油价依然保持 不要再涨了 关于油价啊 明年仍然有很多未知啊 你看这老两口好恩啊 手牵手 好 现在走到华人社区法拉盛的北方大道 前面有一家加油站啊 再过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油价啊 那新闻说呢 根据美国油价咨询商的数据显示呢 从今年的二月二十四 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哈 美国国内的五千汽油的价格哈 从每家人的三块五左右涨至 每家的四块钱 到二零二年的六月中呢 一度突破了五美元 当时我也拍了的 这也是加气的啊 我从来不敢用 加油站旁边是 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这个市政厅啊 修的是非常的古香古色啊 这里经常举办一些文艺演出 那其实从二零二年的六月份以后呢 我视频也有拍 随后呢 油价就一直有所跌落哈 那六月份油价涨到 每家人五美元以后呢 其实后来几个月油价是有所跌落的哈 所以包括到现在已经是 每家人刚才说了 三块两毛五美元 当然网上也有专家说哈 今年年底有可能油价会跌破三美元 目前这个油价呢 已经让大多数的老百姓呢 不感觉到有是盲刺在背啊 那这里说一下美国全国各个州的汽油价格 因为这个税收制度的不同 还有这个运输成本的不同 是有所差异的 那这里再说一下 美国全国的加油站 这个柴油每家人的价格哈 也已经击破了每家人五美元了 全美国48个州的柴油价格 每家人也是低于一个月前的价格 那柴油跌幅最大的是 俄克拉赫马 兰达科他 堪萨斯州跌幅最大 那也有专家预测呢 全美国这个柴油的价格在未来几个月呢 很可能会跌破每加轮四美元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 那这个乌战争爆发以后哈 大家知道的这个国际油价 它是一路飙升哈 原油每桶一度升破122美元 但是目前呢 已经回落至每桶75美元左右了 跌幅将近40% 造成油价下滑的原因呢 当然这个油价下滑的原因哈 有很多种 有的人说呢 是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汽油哈 没有被完全的封锁 还包括很多其他国际形势的影响啊 这个油价下跌 也不能说这个市场它疲软了哈 因为现在感觉纽约这个旅游经济已经开放了 大家看我拍视频 时代广场的游客啊 还是有所增加的 很多以前倒闭的商铺又重新开了起来了 很多空的商铺也出租出去了 大家看在纽约环市区乏盛 新开的功夫皇后这个自助餐厅啊 没开几个月 已经关门打极了 我还说哪天来吃一顿呢 你看门口的写着 瑞不装修暂停营业 哇生意不好做呀 那好今天这个汽油价格的视频 就分享着给大家啊 你看后面的餐厅垮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